你现在听的是元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轮转天来 风湿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太空小灵精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了 哇,这么好的? 那就买多个分享给儿婆吧 太空小灵精 可以在陆创意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址是3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元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袁大明你好 Hello,Della你好,大家好 夏天已经来了 又是朋友出外活动的日子 很多时候运动的时候 经常都会发生骨折的情况 比如我女儿早前打篮球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被对手摔落地下的时候 鎖骨就即时断开了 这是很常见的一个发生的情况 一般来说 那些人觉得骨折了的情况 当然要入医院,开刀,打石膏 很多时候就发现到 那个康复情况其实都不是很理想的 又漫长那个时间 他们完全都不能动 甚至乎有时出现了一些 因为长时间没有运动 肌肉都可能出现了一些 好像滑烂的情况 余英医生 其实在骨折方面 在一个自然疗法和同理疗法 我们可以有什么的办法 可以帮助病患者 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可以如何处理呢 相信 骨折、骨折 很多人都有近身的经验 或者自己曾经跌伤过 我小时候都断过骨折 其实都挺常见的 但是一般人就遇到这些骨折的问题 通常这个是一种外科手术的问题 当然了,就会去入医院 会服务或者打石膏 然后等他六个礼拜 等他自己拗好 当然了,这是其中一部分 你是要的 你是要服务 可能有时候要做手术 把支架擠进去 令你的骨可以排正位 但是其实 这只不过是治疗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 你要怎样令身体 是康复得更快的 我记得我以前 好几年前 我有一个鄰居 他是駕駛的 大大只駕駛 他发现他很多个月 都不能出医院 原来他虽然做了手术 当时是需要做的 打了钢筋 什么都弄好了 但问题是他不好 他是不好 即是他不预合 结果一直在医院那里 就没有出来 我自己最近有个朋友 他做装修 又是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在装修的时候 不小心 就下来蹬一蹬 嗯嗯 蹬一蹬之后 骨头就是 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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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不是断了 裂了 那当时 他的医生 就在大陆的时候 就说 有些人叫他 暗示 你OK的 你自己会好的 因为他不是很严重的骨折 但是有些人要他去开刀 嗯 他结果很不幸 就选择了开刀 开刀 开刀之后 就加快铁板下去 铁板下去 令到他的康复很久 但问题是 他最后 都是脚的活动能力是有问题 还有你记住 你第一个手术就是愚直 将它定位 拿铁脂 这样 接着好之后 骨头生成长之后 他就要开刀 将铁脂拌出来 是啊 你想想 螺丝又成 这样 你要做两次的创伤 开刀 结果他的康复时间 是很久 以及不完整的 记住 因为当你要开刀之后 你的脚的活动能力减了 你其他关节 是因为活动不足 是会很快退化的 很可惜 他就走到那条错路 就被人开刀 结果又没有跟进 搞了很久 几年之后 问题还未解决到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不要以为 很多问题是手术问题 其实很多表面是手术问题 在自然医疗里面 痛苦疗法尤其是 是很多很多很好的工具 我最近在我们群组 有些学生可能遇到一些问题 他的问题就是 他有个朋友 有个小朋友三岁而已 医生就建议 他的肺部发育都有问题 他建议将肺部 某一部分就切掉 令其他部分会生得更好 他这个群组里面就放了一条问题 他就问同学疗法 可不可以帮这些问题 其实如果大家真的 对同学疗法认识深入一点 遇到任何这类问题 当然当然尽量选择一些 不开刀的方法 对不对 你自己心想 开这个手术不是简单的 第一 你要入肺 这个肺 你会有肋骨的 对不对 你要切断肋骨 或者要拔开肋骨 有些就是这样的 就是把那些鉗 我见过在手术时见过 把那些鉗 砍开它 就算不帮你切断也好 砍开它 你想想一下 一层一层的肌肉 皮肤那些组织 那你才能入肺 那你把肺切断了 那就少了一块 对不对 虽然我们的肺 有一边有两个 一边有三边 也很多 但这些问题 你又把它切断了 那你切断是否等于医好了 你想想一下 切断就是医不了 即是不懂医 即是没有医好了 对不对 加上有这么大的手术 对我生粉仔来说 肯定是很创伤的 所以我经常都遇到这些问题 我建议说 虽然我们不能够 告诉你包医任何病 对不对 但在同学疗法里面 是无数的经验 还有很多这方面的书籍 是说 本来是一种手术的毛病 一般医疗 西医方面 对抗症医疗 是一种手术的病 结果用同学疗法 是完全不用手术 都医得回 OK 所以 我觉得这个问题 是挺严重的 很多人真的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走错路 就是 然后令身体越来越坏 因为我连续的 这些全部都是自己生生个案 是 装修师傅是帮我家装修的 所以我知道 我认为他很熟 帮我十几年 都是他帮我装修的 然后他就继续断了 接着他就继续在西医那里 自治疗 但问题是 很多很多月都不能够康复正常的功能 其实他们缺乏的问题 就是他们不知道 其实应该除了手术之外 其实他最重要是 要用一些更加好的方法去治疗 令到你的骨服复得快一点 令到你拿去生得正常一点 令到你的软组织可以康复 这个要做的事情 但是很多人就没有做 结果就搞到这个问题 就是很久都不好 很多时候 如果你的关节是破坏了 你去不是及时弄好它 它有一种后遗症是一生的 你的关节是因此 而退化了 是很多年都好不回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了 相信大家都明白 什么叫骨折 就是断到骨 大仙简简简单单 其实都有几种 一种不同形的骨折 一种叫做simple 就是简单一点的 一种是完全断了 断了 断了 也有一种几种形式 一种是橫切的 即是transverse 即是对直角 薄微生就断了 有一种是斜的 斜切式的 通常有时是 跌干时候的力度关系 或者是 那种一种是螺旋式的 通常都是受过压力的 可能有一种扭转的 就是扭转的 好像螺丝那样扭一扭 所以它的骨折 就是完整的骨折 都有不同的形状出现 第一 第二 就是有一类 叫做不完整的 即是它的骨折 是没有完全断了 有时可能是裂了少少裂痕 在简单的骨折 通常是骨折断了 但是它没有穿过皮 没有凸出来 没有凸出来 这些就是简单的 第二种就是 不是完全断了 可能一部分断 也会的 有时X1 你也看到的 有些是有一条狠的 但没有完全断了 种一种 我们叫做Green Stick Fracture Green Stick Fracture 是小朋友的 叫做青脂 通常是出现那些小骨折 骨折是很软的 骨折没有真真正正断了 但是扭弯了 扭曲了 就是这种这样的 这叫Green Stick 叫做青脂的骨折 有时你也看到 它就是弯了之后 一边可能裂开了 有个小孔 第二边是没有断的 所以这些是通常小孩的 软骨那方面看到 骨折尾都没有硬 种一种 是在脱陷的 depressed 很明显 这些通常会在头部 是吧 头部一打下去的时候 就会打粒了 打垒了头颅骨 这样 那么 你可以看到 骨折尾只会被打垒了 未必一定断了出来 那种一种 我们叫做 complicated 就是复杂一点 没有刚才那些 叫做simple 在所说 全部是简单单的 简单的骨折 有些现在 是叫做complicated 那种 就是说 这种出现的问题 不单止是骨的 它很可能是 是伤害里面的气罐 OK 可能呢 伤害肝 伤害脑 或者伤害皮 有时可以看到 就是里面的骨 骨打断了之后 直接是 使肝都撞穿了 那这种 叫做 叫做複杂性 OK 那在这个里面 有一种叫做compound compound fracture 或者叫做 是那种复合性的 compound fracture 那这个通常呢 是由外面 或者是里面 出现的 那么 那个 那个 骨当然断了 但是呢 连皮肤呢 都刺穿了 都刺穿了 那就是你看到 是有外伤的 那些 那个毛病 OK 那种一种呢 叫做comminutel comminutel 就是 我叫粉碎式 那就是说 很多块 很多块 一夹 可能骨一夹 碎了 都是碎了 叫做comminutel fracture 那还有一种呢 我们叫做病理性的 病理性呢 就是说呢 是因为你里面的 本身的 有问题 气管上有问题 比如软骨症 我笑吗 也都很可能呢 也都很可能呢 是因为你癌症的 的转移 那个扩散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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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呢 这些呢 也都很多时候呢 在那些老人家那里呢 会看到这些这样的问题的了 好了 那成因大家都很明显 最明显就是 就是外面的大力 撞击他 撞击他 所以一种 创伤性 外来的创伤啦 那也都总是里面的 就是有时候那些人呢 肌肉呢 是很大 很够力的 在用力的时候呢 不小心呢 是将那些骨 都拔断也有的 就是有些人的 就是那个肌肉呢 是强过那些骨的 那有时候呢 就会出于这些 那当然最容易呢 是菠萝盖啦 是有点打蓝球啊 菠萝盖 扭一扭 整天的菠萝盖掉了 或者是扔裂了 都会有的了 那当然都 就是 就是间接的可能 本身骨有问题 本身骨有病啊 比如骨有肿瘤啊 那他跟着呢 就是肿胀了 薄了 那跟着呢 就会骨折这样 那好了 那症状方面 那一般人呢 都如果是都知道的了 第一就是痛啦 是不是 所以一样东西呢 很容易知道呢 有没有骨折 有时候有些人呢 撞一撞跌一跌之后呢 他就当然痛得很厉害 尤其是呢 当他痛那种痛呢 是觉得个人呢 好像暈一暈那种痛 就是好像一些白光 那样 那这个通常就觉得 是一种是有骨折出现的 那种痛 那当然会肿啦 是不是 那还有呢 那个变了形啦 那如果你等下 骨这样 即是断了之后 本来直的骨变了 那肯定是变了形啦 那还有呢 那你那个活动的能力是異常 OK 那当然呢 是用不了力了 就是受影响的地方 是用不了力的了 那通常一般的骨折的病 都是有这样的症状的 OK 那通常这些痛是很厉害的 就是你少许动都会痛得很厉害的 OK 那通常呢 在几分钟之内就肿了 OK 那有时候呢 我们都肿了 有时候呢 不是很肿而已 那以为没事吧 就是少少肿了 但是这些肿了呢 这些肿是一段时间 十二小时之后才正式出现的了 那也都会是持续呢 是会持续的 是会持续的 但是我们也有时候呢 会看到那些 就是变形那些 基形的现象会出现的了 OK 那我们处理方面呢 我们怎么样呢 那当然呢 我们要决定有没有真正有没有损骨呢 当然我们都会照着X光的 OK 那刚刚啊 余医生就帮我们呢 就是都很详细的解释了 骨折啦 有哪些的类型啊 还有呢 就是怎么样出现了那个情况啊 那些的症状是怎么样的了 那一会儿回来呢 让余医生呢 再详细呢 帮我们介绍呢 在骨折那个自然医疗方面呢 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去运用的了 那这次时间差不多 一会儿回来 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自然疗法与你 今天的题目就是 骨折的自然医疗 六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站 3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第二节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骨折的自然医疗 上一节原医生就很详细帮我们解释了 骨折之后的分类 如何来做治疗 一般骨折也是 由外来一些很大的冲击 令到骨折断了 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也是需要在医院做一些服务 但是其实如何可以 从自然医疗方面 帮助大家病患的位置 是可以复原得理想一些 以及加快的呢 那就请袁医生继续帮我们介绍 当然如果一遇到这些情况 第一个疗剂 我相信如果认识同外疗法的 或者读过学生 都会知道哪只疗剂 就是那个 山甘车 Anika 我经常都叫学生 或者患者 自己早点就买这个疗剂 这些疗剂 糖粒剂的疗剂 放一瓶仔 随身带着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带手袋的 或者带公事包的 那就是公事包 会有些Anika在里面 Anika是很好用的 所以遇到第一件事 我们先用一手 先用Anika Anika 可以这样说 任何创伤是第一个应用的 为什么呢 Anika可以令到你的伤口 就会复养得快一点 因为你令到不会容易化弄 或者感染 所以在任何的创伤方面 都是监用的 当然Anika的症状指引 就会觉得身体受伤部分 很冤痛 很瘀 就是很冤瘀 好像被人打伤那些 关节都好像被人扭伤 通常Anika 有时候你会看到 是有些瘀血出现的 是 或者甚至乎 是有微小血管流血的 很多情况 也会看到轻微的发烧 所以又痛 又没有力 好像乳伤那种感觉 亦都是很肿胀 还有蓝蓝鱼 乳青青 还有很痛 很痛 很痛 就是你不想碰它 所以你看看这些阵型 Anika的生肝车 是很符合一般的 痴骨的时候 是第一应用得到的 好了 所以你第一时间 就立刻用Anika 口服的 就是几粒进口 可能每半个钟头 吃一次 审分的时候都可以 然后就要处理部位的地方 OK 那个目的就是 不要令部位继续再受伤 就是先保护它 或者用甲板 将断骨的部位 固定它 就是不要让它继续受伤 如果有流血 或者有伤口 当然清洗伤口 也是很重要的 用沙布包好它 然后就立刻把病人送到医院 如果你知道 真的存了骨 为什么呢 第一件事 你需要照顾X光 要不然你没有办法知道 那个伤势和伤胃 大家是怎样的 当然去到医院的时候 通常就先照顾X光 是肯定的 通常他们都会用止痛药 那些消炎药 但是如果用Anika 很大机会 你已经不用了 你去到医院之后 觉得人已经很紧了 但是都要照一照 是 如果你照了出来 那些骨 没有什么移位 是裂了少少 没有什么需要搞 是 也可能做些甲板 或者有当人扣 可能还有一些石膏 未必需要开刀 是 好了 所以它第一件事 通常就是伏位先 很简单的 要弯了一只 当然扭直 就像你女儿当时的鎖骨 是 通常都是将肩膊 向后抬回 是 让它打开它 等它走位的鎖骨 可以先对直 是 它未必是对直 尽量抬开它 让它放合它 让它对直 因为它自己可以删得好些 如果一上一下 然后前后都不是黏着的 那你删出来 那个骨也有时间 就是时间长很多 所以你一定要先伏位 伏位之后 就固定它 就像你女儿的Case 就是拔开了之后 伏位很简单 就是两边拔开它 是 插回去 再次X光 对不对 挺好的 接着就固位了 固位 通常就是拿八字带 所谓八字带 将肩膀拉开它 固定它 这样等它几个 通常是几个星期 六个星期 这样 亦都有一些人 就会做那些伏腔的 譬如有些人 断了一只脚 你不可以这样固定 打石膏 通常都希望它 就是做伏腔的 这个很重要的 因为很多人 就不是立刻做伏腔的 很多人就是等到它 生分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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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下支那十二个星期 生分好了 那时候就发现 走路已经跟以前很不同了 长期不动的触果 已经生完瘦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如果你还未及时用 Aunica这类疗性能 检化疗性能 你根本痛到可能都不能动 你根本不会打算做什么 活动的活动 这样才会肯定走 但是如果你是能够一早 用Aunica 当它扎胶 生金遮症 在 nationale掌握 处理了伏腔 你很自然地会动 你不痛 你便会更多动 令到你 那个伏腔 是很快的 我在多伦多读脊医的时候 我在多伦多大学看了一份雜誌 是骨科的雜誌 原来当时有一篇文章 就是说过去很多时候 我们骨折的病人用石膏打了之后 跟着拆了出来是常常都不好的 其实他怎么做呢? 他用白套的 他把白套的关节用石膏打了 他不用顶断它 总之固定到它不动 用了一段时间打开石膏 白套的关节就终于生死了 所以由这个实验 他知道人的关节是要保持动动的 就算断了骨也好 也不要完全动都不动 在我的学校里面 当时有一位教授 他也是多伦多大学的医学院 一位解剖学的教授 很出名的 他退休之后 去到我们多伦多的脊骨神经科学教书 我很记得他当时教过我们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 他很喜欢行山的 他很高大的 有一次走得太厉害 就出现一种叫做 marge fracture 就是脚那里 因为走路过路 粗冰错路 就损了骨 裂了 早期他们就用石膏包住它 他发现是很不舒服的 而且很久都不能靠 结果他自己把把火 把石膏拔掉 打开 照样平时地动 康复得很快 这位教授是说他几十年前 现在计算起来 可能是五六十年前的经验 他证实多伦多大学教授说的 是对的 我们的身体的关节 是一定要保持动 就算你断了骨之后 你也要尽量做些康复的活动 不要等太久 好了 我们通常用甲板 一般来说 例如打石膏也好 通常上肢是六个星期 如果下肢 就比他差不多成十二个星期 就是最基本 当然看他有没有康复 如果康复得不好的时候 他就继续打下去 这个就要用X光照 看情况 所以康复得快不快 完不完整 是很重要的 很多很多可以做的 在我们的治療里面 当然 如果大家认识同学疗法 最好就是第一 首先用同学疗法 那个生甘车 刚才所说的 总之有你没有你先用生甘车 OK 除了生甘车之外 其实我还有很多疗剂 十几只疗剂 跟大家分享介绍一下 另外一种叫做Symvytum 中文叫做折骨草 你看到顾名思义 是用断骨用的 当然 你一发现 当骨断骨的地方 很久都不去复合 你知道折骨草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有时候你想都不想的了 同时你知道骨是真的裂开了之后 除了安莉卡 那个生甘车 令到你的痛楚减轻了 或者肿胀 乳血散了之后 接着就要用Symvytum 当然了 Symvytum 也都本身 它会受伤的部分 除了骨断了之外 它有时候是筋膜 骨膜 这个都会的 OK 也有时候Symvytum 有时候膝蓋 神经痛 有时候的伤口 可以说是直接渗透到骨的 或者切枝之后 有一块硬骨生出来 令到关节的位置 有很多不适 那种痛就是针刺性的痛 骨膜有很多痛 其实很多时候 你说要吃的疗剂 令你的骨的复合 你很难知道 你服侯它不可能 吃一天 我可以照顾自己的 那我通常怎么知道呢 其实你用的疗剂 通常你本身 当时当然有些痛 每种痛 譬如癌力 痛好像于软与语 有瘀痕 有瘀痕 有种好像被人突破 不想斗 那Symvytum 都有这种痛 一种刺痛式 有一种骨膜那种痛 那如果疗剂是对的 其实你一吃的时候 你的痛楚是即时应该会减的 那你可以知道 其实这个疗剂就是对的 OK 譬如你用了阿尼卡 很明显 痛楚、乳伤、乳血 散得很快 肿就很快 但到这样之后 你还是有一种痛 刺痛的那些 但是阿尼卡 吃着都还没把最后剩余的痛 治好它 那你就转用另一个疗剂 试试吧 这样就是切骨草 除了切骨草之外 另外一个疗剂 叫做Ruta Ruta 通常用于一些 尤其是最有效的 人们是脱脚,有些小小子打球,撞击,啪啪声 肩刮骨都脱了出来,这种情况,当时痛都很厉害 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会整天脱脚,整天都会松松散散 当时那种痛就冤枉痛,而且用不到力的感觉 而且感觉是很疲惨,没有力气,情绪方面好像有些少少程度低落的感觉 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考虑另一个疗剂,就是云香 除了云香之外,我做的疗剂是叫野角Rust Talk 野角通常是用在一些症状,包括脱脚,断骨 很多时候,野角的人的症状,通常发现他的痛楚 在晚上的时候会变差一点,因为在晚上的时候 就躺在这里,静静,没什么动 野角那种症状就是,如果你不动得久,他就会觉得痛一点 但动得多一点,他就会觉得舒服一点 脱脚方面,尤其是哪方面呢?尤其是牙膠脱 有些人不小心,撞脱了牙膠,很辛苦的 整天都是不舒服的那种感觉 整天都想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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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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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听过节目的人,尤其是听过的铃铛妙药,其实我也解释过 尤其是铃铛的人通常是有些容易出血的 满血的情况是挺严重的 铃铛的人对外来的环境是很敏感的 铃铛的人是很敏锐的 外面有时候打大风或者行雷闲电是大别怕的 铃铛的人很容易出血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遇到这个情况之后 你发现出血是一个挺严重的象征 你可以考虑用铃铛 除了刚才所说的这几只疗剂 这四只疗剂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疗剂 这次我只说的名字 如果大家对铃铛的人认识 可以自己去跟进去看看资料 其他疗剂,比如金斯图 Hypericum Lidum 就是迷迭香 Silica 是直土 Calcium Phosphate 是轮酸钙 Marserian 就是瑞香 Calcium Phosphate 金盏花 任何的伤口流血都非常好 接着就是鱗酸 这些是常用的 当然在我们的医疗库里面 其实有很多其他工具 除了疗剂之外 其实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做呢 相信我们的听众 都经常听到我们提到太空小铃铛 如果你是遇到这些问题 当然可以立刻用太空小铃铛 令到你的痛是加速消失 令到你康复得更加快 但是如果你是受伤的部位 还有皮肤没有打石膏之类 你可以直接把小铃铛折起受伤的部位 它可以加速康复 因为太空小铃铛的作用 是调理你的治療神经系统 治療神经系统是 心肝皮肺神 全是身体的康复 心理系统功能 都是受制于治療神经系统 所以小铃铛可以直接用在受伤的部位 万一如果你说 我已经包了石膏 根本都接触不到受伤部位 那怎算好呢 譬如你受伤的右边的手腕 那你不得打石膏 动不了 那你就怎样 小铃铛用在左边 相应的部位 因为始终神经系统 至于神经系统 是两边左右的 如果你这一左边 是会刺激到右边的 所以有时候都不可以用 可以继续用小铃铛的 还有一个工具 这个是我们训续用的 就是微循环的治疗 我遇过一些 有些情况 有些病人 有些年轻人 最近 又是打球 脱了脚 痛痛痛痛痛 就是在医院帮他 帮他復了位 復了位 但都是痛 痛得很厉害 那怎算好呢 那当然 西藥就被止痛药去吃 但是大家都明白 始终西藥是一种毒药来的 他不是一个真真正正的 令你康复得快的 他只不过是压住你的身体 痛楚的感觉 所以他吃了支痛药 好像都不一样的 他接着来了之后 我当然用Arnica 用Root Sox 这个疗剂 接着被他用微循环的治疗 他就很快很快就康复了 好了 听大家了解 很多时候 一般人以为是开刀的问题 但其实在同一个疗法里面 在自然医疗里面不是的 很多本来以为只要开刀的 其实是绝对不需要开刀的 那我们将来 我们会和大家多些分享一下 很多这样的问题 怎样用自然医疗和疗法 是可以治疗得更加好的 嗯 好的 今天很多谢袁先生 帮我们很详细解释了 我们很常见到一个问题 就是骨折的情况 有一定的需要 譬如是復毁 那些事情一定要做 但是 那个不是即时已经等 以为你是康复了的 而是怎样跟进 令到他 完完全全的骨的预合 和你相应 你的关节 你整个人的活动能力 是怎样可以令到他 全面这样康复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很多时间的时候 我们都见到 尤其是那些长者老人家 可能他们就是说 跌一跌之后骨折了 或者是宽关者 或者什么时候 就令到他们不可以再走动了 不可以再走 可能要去坐轮椅 或者甚至乎有些年轻人的时候 那些看到他们的行动的时候 可能都好像 隔着隔着隔着 不得到得心认手了 那刚才袁先生 帮我们介绍了很多的 用个疗剂 甚至是说简单一点的 用那个太空小灵症 或者我们在诊所用那个微循环的治疗 都可以帮病患 是很完整地 也都很快速地得到那个康复的 好,今天多谢袁先生和我们的分享 我们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的 如果想重困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三个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的了 好,今天麻烦你了,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